孝贤皇后 子宫奉仪的日子 众皇子与嫔妃都纷纷落泪 只有大阿哥与萨阿哥多动声色 皇上们大阿哥为何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大阿哥称自己见皇阿玛伤心过度 自己还要替皇上操持先皇后的丧事 不敢悲痛 皇上们替萨阿哥 萨阿哥也说自己也是看着皇阿玛伤心 想保持一些清醒与理智 不敢悲痛 皇上听了 雷霆大怒 纯贵非替萨阿哥辩解 皇上迁怒纯贵妃 还称自己后悔未将大阿哥交给如意抚养 才会造成如今的局面 纯贵妃听了皇上的话承受不住 晕倒在地 众人将他扶回了中罪宫 纯贵妃清醒以后 急忙来向太后求情 可太后并不见她 只是嘱咐她今后要安分守己 纯贵妃走后 太后称她教子不善 犯了帝王的机会 自己也救不了她 同时太后以为大阿哥三阿哥二人 均无伤心之色感到怀疑 认为此中有蹊跷 命人详查 大阿哥三阿哥跪在雨中请罪 皇上执意不见二人 纯贵妃来到此处向皇上求情 玉虎告诉他们 皇上已经下旨 责罚了两位皇子的师父于安达 让阿哥们回去闭门思过 大阿哥向皇上磕头后转身离开 经此一事 纯贵妃大兵一场 宫中众皮妃也无人来看她 就连家妃也未曾前来 纯贵妃得知 现在宫中的丧义之事 正是家妃的四阿哥领着众皇子行礼 夸赞了四阿哥更为伤心 皇上怀疑纯贵妃身边的人 有意泄露新皇后 曾举见纯贵妃为季后之事 命尽忠公公带人查验 四阿哥又得皇上夸赞 回宫给家妃请安 家妃十分欣慰 如意知道海澜借着皇上 怀疑大阿哥和三阿哥 用计让他们二人彻底失了宠爱 如意见大阿哥如今十分消沉 心中舍不下当年的情分 海澜却说如意太重感情 这将是她最大的软肋 海澜表示 自己希望如意有一天 明白自己的心意 夜晚见到海澜 从如意宫中离开 想去求见如意 可如意并不见他人 夜晚想到 家妃也是竞争后卫的游历人选 若是她成了季后 今后的日子便更不好过 便决定去起祥宫拜见 夜晚在路上见到家妃 家妃讽刑夜晚曾经是自己的宫女 如今成了嫔妃 也处处巴结 见风使舵 家妃看见自己的鞋上沾了泥土 让夜晚帮她擦拭